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轻轨往北开 树木手脚散不开 樹木手腳閃不開 綠地不能退 行人入拳要保衛 那現在新的輕軌的北宜方案 我們很明顯的知道說 就是說它會導致說美術館地區 往內退縮7.5到6米 綠地損失超過1100坪 那它會導致說我們的鐵路地下的綠原道 綠地損失超過900坪 然後整個大美術館計畫現在變更之後 有一個1.6米的道路會經過 那現在變成說也導致說綠地損失4500坪 所以總計整個大美術館地區 在這一次輕軌的變更設計案之後 綠地損失會超過6500坪這麼多 那我們現在空氣污染已經這麼嚴重 我們空氣污染這麼嚴重 然後我們的綠地實際上在都市計畫法裡面有明確的規定 要達到整個都會區的10%的一個要求 我們離那邊還非常的遠 我們根本沒有本錢去刪減6500坪的綠地 所以我們完全沒辦法接受這樣減少綠地的一個新版的設計規劃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正式改變這樣一個錯誤的規劃設計 因為現在整個美術館其實最有價值的就是這一整片樹木20年以上的樹木 它提供遮蔽、降溫、都市景觀的美化 還有淨化我們的空氣 但是現在呢 它整個因為輕軌進來 它北移就入侵進來 那導致說它的人行道要往美術館裡面 再吃3.6米 變成人行道 鋪水泥 那我們看到說這樣的一個做法 你看到沒有後面有一整排的樹木 你看到沒有後面其實有一整排的樹木 我畫紅圈圈的地方就在我們的後方 這些樹木你覺得 它變成人行道之後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就算它沒有移除 它本來綠地空間這麼多 全都用水泥包起來 用水泥把樹包起來 然後把樹根都切斷的做法 現在在愛河已經導致樹木快要死掉了 才剛完工不到半年不到三個月樹木就快死掉了 結果這邊美術館還要做嗎 這一整排的樹 你說沒有抵觸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高雄市政府 他們宣稱 軌道北移不會導致這兩排的小葉懶人 有任何的損失都可以原地保留 我跟大家講 整個軌道 這個是3D模擬圖 你們看到沒有 整個軌道建設的站體 它有一個巨大的鐵皮屋頂 它有非常多的水泥在底下 請問這兩個站體總共四個站體 請問這些樹都沒有抵觸嗎 我看連3D模擬圖的 會圖師都把樹都畫不進去 沒有抵觸嗎 然後你就算硬把它留下來 一定是斷頭斷腳 那將來用水泥把樹根包起來 讓它等死 我們估計整個美術館的北移計畫 會導致超過60顆的樹木 慢性死亡 或者是被移除都有可能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絕對不是沒有抵觸樹木 會傷害到的樹木 絕對超過60顆以上 其實這是一個良性的溝通 因為第一個我們的訴求是 二階輕軌 大順路段交通擁設 這個爭議還沒有解決的時候 我們覺得美術館的路段 應該同等的暫緩施工 第二個我們希望舉辦公民論壇 尋求更多的溝通 更多的共識在動工 第三個我們反對輕軌建設 第二個去排擠6500坪的綠地面積 去排擠我們的人行道空間 尤其是 尤其是連聯合醫院外面都沒有人行道 病人要去哪裡啊 第四個我們反對輕軌 能夠迫害這個60顆以上的樹木 這樣的生存的權力 第五個市府如果真的質疑要做 我們建議美術館路段才單軌雙向 但這個還是得由居民同意才得施作 那第六個我們支持大美術館的這個原始計畫設計 讓美術館跟鐵路原道可以融合 但是有個但書 我們希望馬卡道路是採地下化 讓它能夠是多營方案 尤其是包括有一些停車場可能也可以融入啊 我們的平面停車場上面都可以解放給綠地使用啊 那第七個是說其實市府如果決議真的還是得照原本的計畫幹 我們是建議說C21A的站體真的是可以取消啦 然後讓C21站東移到馬卡道 C20站東移至中華異校 這可以解決什麼呢 車站跟樹木的抵觸 車站間距過境 還有輕軌的軌道 這個站體變成聯合醫院門口的大路障 這樣的一個多重的問題 那所以也希望說市府可以聽到民眾的聲音 再緩緩這事情沒有那麼急 這是百年大祭沒有那麼急 真的沒有那麼急 其實我不知道他有辦過說明會 然後也不知道他辦了什麼東西 就是完全沒有被通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住在和西一路就是愛河邊 那我不知道他通知的居民是不是就是這一排 就是美術館路這邊的 但是我實際上我是沒有被通知的 然後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是住在古山區 而且都會使用到美術館的居民 我覺得怎麼樣我們應該都要被通知 但是就是都沒有 所以等到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是前兩天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好像都沒有辦法這麼的 資訊透明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個就是你今天 你要設在這裡 你沒有跟住民厲害關係人溝通 你今天你改了 你也沒有跟厲害關係人溝通 可是他全部都是說為了我們好 為我們溝通 而且我們最大的疑惑問題是 好 現在把它擺在那裡說要選後再處理 好 那但是為什麼要做美術館路這一段 為什麼要值得做 其實這誤差 如果說你要選後再仔細的評估 給新的市長去評估這件事情 那你為什麼又要在這個短短的三個月 裡面在這裡趕進度 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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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